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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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愿变成一个痕迹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摇摇微光 与我同行 盛开在黎明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高速星辰大海 新年快乐 一起唱完吧 你们的声音 身上大海 又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或许可真好 每当你向我走来 我向你批复 你就是星辰大海 尽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掌声感谢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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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扬扬微光 与我同行 盛开在黎明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星辰大海 呼 新年快乐 一起唱好吗 你们的声音 你们的声音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星辰大海 每当你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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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星辰大海 我向你奔赴 我向你奔赴 你就是星辰大海 你就是星辰大海 借也 chalk上 9 5 4 9 6 掌声感谢 勇敢的人 总是先享受世界 你是心中一颗狠心 我不停往前行 It's my dream It's magic 无声绽放天际 百年整整并非一片贪图 穿越人海 从不懈怠 永远都心怀期待 所有的坎坷作悲 终会风吹进尘埃 不再回来 写尽着想你走来 跨越过星辰大海 披着星光 全力干扣 成人不为山高 百年骄傲 冰湿着这世界 跨越山海 曲折热爱 期待在青春时代 所有的坎坷作悲 终会风吹进尘埃 不再回来 写尽着想你走来 跨越过星辰大海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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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都心怀期待 永远都心怀期待 所有的坎坷作悲 终会不踹进尘埃 不再回来 写尽着想你走来 跨越过星辰大海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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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呢 就心中不屈结尽 不曾废怀 不曾废怀 我像你奔赴而来 画鱼的心均進尘埃 Woo 我心中是热鱼的寒心 I Woo 陪伴我勇敢前行 谢谢 黄小云是一个演唱能力非常强的歌手 因为去年黄小云来 在节目过程中就有相当不小的进步 所以在这次我很希望看到他 比去年来讲有一个长组的进步 黄小云这几年应该说是 华严乐坛最受关注的 新生代女歌手之一 最近他也有一首热门歌曲 叫做《星辰大海》 在网络上取得了 非常好的试听的成绩 我这次真的有非常好的准备 所以我不会去担心 建一坦老师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是觉得我一定能够惊艳你们的 小小红架子灭若从前 与小年亦无缘 柔欲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念 从人生快过情却亦无敷衍 为时尚凭远 为时尚凭远冰险 可我还无恶 有你重念浮云铭 是数着月与年 你也是在不相见的自愿 无悔无缘 小小红枕子灭若从前 听笑愿你我 愿意抱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念 纵然是脱过千山一路风言 你始终与我并肩 今天我觉得两人在舞台上完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这个表演真的是让让我非常的讨贼 谢谢 谢谢安德老 就真的是看着笑愿这一路走过来 每一次你在舞台上 你总给我很多的惊喜 就你在唱歌跟驾驭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是你驾轻救手的 谢谢老师 从孟生一开始 我感觉您就是真的是看着我成长的 然后你从第一次跟我说的话 你说我会给我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赛道 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的其实学业上有很大的进步 年初的期末考试考了第一 所以老师 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幸运我这一年中出了一张自己的专辑 就是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终于有了一首出圈的歌曲 《星辰大海》 是你唱的 对 阿兰才知道 阿兰才知道 对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呃 谢谢 然后因为之前 议考都很不容易 爸爸妈妈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给爸爸买了一部代步车 想给他们减轻一点负担 呃 就很开心 对 变化真的很大 对 很好 谢谢 黄小云 你今天发展的非常的帅气 帅气 对 发展的非常帅气 有那么多的成绩 但是你现在依然有你的问题 嗯 你的问题在于 你在技巧上没有毛病 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准确 但是呢 你就受制于你的技巧了 你唱歌只想着说 我一定不要出错 我在技巧上达到无懈可击 那你自己去了哪里 要找到这个自己 就像是你的那首代表作 我也听过了 我觉得 技巧好厉害呀 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强调技巧 而丢掉了人 是本末倒置的 对不起丁老师 我觉得这有一点道德绑架了吧 当然不是了 你不觉得他今天来的时候 他比第一次的时候 已经生动很多了吗 没有 刚才这个作品非常不生动啊 他今年更加为手为脚 他讲他用他赚的钱 给他爸爸买了一辆车 我觉得他这就是属于他自己 现在这个阶段 二十出头的小女孩 很愿意真实分享的东西 我现在讨论的是 作品怎样更好 而不仅仅是技巧 能听懂吗 作品本身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星辰大海》 这个作品没有问题 老师 其实我想说《星辰大海》这首歌 是很特别的一首歌 当时录制的情况是我 当时也在期末考试的阶段 压力很大 然后生日也过得很很 很倒霉 还当天出了车祸 也没有怎么过好 然后 但是生日完了 后面一天 马上就要录就《星辰大海》了 然后 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旋律 我感觉这个 好像是在对我自己在说话 我唱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信念感 有一种使命感 这首歌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它让我很有 很有动力 所以我录完这首歌之后 好好准备了考试 然后考了第一名 笑语能唱出来 带着你的感情 会不会我们的爱 像星辰守护大海 不曾离开 我向你奔赴而来 你就是星辰大海 不好意思 没事 我们又不是机器 唱跑频的很正常 你也会破音啊 但一破音 它好像就生动了嘛 是不是 老师们 笑语 你刚才这段特别好 真的 现在的你是生动的 别被那些技巧给困住呀 你老想着说 我要每一步都唱的是准确的 一点瑕疵不允许有的 那那个时候 人们看到的黄笑语 真的就不生动呀 那你自然就变得不可爱了呀 作为歌手 作为艺人来讲 我们就是来到这样一个公共平台 去供大家去点评 你可以喜欢 当然你可以不喜欢 你比如说你唱得再好 都会成为他不喜欢你的理由 你唱得太好了 我不喜欢你 全都是技巧 好 下一张 我做了狠走心 矫情 我不喜欢这种矫情的 好 我就喜欢华丽的 好 到第三张 你做得华丽了 他说我最讨厌唱得好的 就是他怎么着 他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开心 做音乐就好 然后 好 我觉得你的上限是非常高的 好好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去年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 大家 有很多 负面的评价嘛 所以 也很希望 就是大家 就是能够 重新重新 就是认识一下我 我其实就是一个 普通的 可爱善良的女生 女孩 我就是这样 我没有恶意 我想 就快快乐乐的唱歌 唱歌本身就是很开心的事情 不像有什么负担 就开开心心的 然后 继续 出好的作品给大家 然后 吃我的面包 我觉得你不要被 呃 太多东西所影响 你慢慢的去想 你怎么可以唱出 让大家感同身受的音乐 你就能够理解那一些 所谓的不好的声音 能够给你带来的力量 我觉得你接下去 要对自己设下新的目标 因为你唱得好 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标签了 但是现在 我觉得 喜欢人 和喜欢歌 好像是两回事 就是 歌红人不红 是不是 我知道那个歌 我都真的不知道 所以刚才阿兰说 你首歌你是原唱啊 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 嗯 公司的原因吧 嗯 不是吧 这么直接吗 哈哈哈哈 你只有唱歌就好了 这宣传的问题啊 小雨很幸运 我今天想告诉你的就是 你说的人红歌不红 说实话 就不错了 歌红很不容易的 歌红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 我跟阿兰奋斗了那么多年 到现在 我们俩都没有一首歌红吧 所以我觉得 音乐合伙人 是 张上韩老师 张上韩老师呢也是我 从小的时候就听您的歌 看了您的每一首歌的MV 觉得哇好美 希望以后也能成像这么美的仙女一样 所以希望这一次 有机会能够一起合作 请揭晓 王萧云 好 抢人了 等一下 但是你知道你已经选了 哎呦 尴尬了 我就觉得就想试一下 因为萧云的话 大家都说她刚才唱歌 就可能有点 是不是技巧很好 但是是不是个性又差了点 那我其实没什么技巧 但我有的是个性 所以我其实就想 就是告诉一下萧云嘛 就是你的技巧 完全是可以化作 个性的表达的 关键在于作品 就颠覆一下 大家对你的这个技巧的看法 谢谢老师 其实上文杰老师 我初中刚学流行音乐的时候 我模仿过您 我模仿过 您翻唱的王妃 然后最终信仰 因为我觉得您很酷 你的声音非常的有张力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话 很打动我 我也想做一个酷的女孩 然后特别有个性的唱一首歌 所以要想一下 请萧云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上文杰老师 恭喜 孝文杰恭喜 吴红笑语 来 吴红笑语 吴红笑语 来 完全是 吴红笑语 尋尿草洞 我天津 奇异美梦 The Saturday 将我旋转 悲伤与狂欢流转 我舍不得 不相信了 情依爱的反骨 多孤独 带着我跳舞到结束 忘掉这世界 多满足 不回顾 不软枯 不失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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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该悲伤与狂欢流灿 我舍不得 终要醒来 情依爱的反骨 多孤独 带着我跳舞到结束 忘掉这世界 多满足 不回顾不难骨 不失处 不回顾 不安欲不辞 情依爱的反骨 多孤独 带着我跳舞 不远黎我跳续 忘掉这世界 多满足 不回顾 和安欲不迟出 彗煌卷露 这不悲宿 那撩人的 汹涌的记录 这欢愉的万物 继续的唇语 漫天的乌鸦也在边边虚无 恰恶的万物 每一幕 在城河铭路 难穿成功 燃烧将多多 这一幕 不邪不负清除 也不相互 不负不负买 也不缺手 不邪不不轻松 也不欢呼 来 我们掌声送给盛文杰 送给黄骁云 笑 笑 笑 今天骁云的话 我觉得 哇 你真的是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游刃有余 也许曾经很多人说你的 就是在歌声当中是技巧大过于情感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表现 你做到了技术和情感的 非常完美的一个坚固 谢谢 大家老容易说古典唱法和流行唱法 就把它隔得很开 因为它的这个技巧和它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很流行 所以我在大段大段的一些和声里面 加了很多让它去做那种花枪 那种跳跃式的那种花枪的唱法 但是就是有点复杂 对 很难 就当中我们各种切的那个唱 对对对对 切得很复杂 我们到上台前 一人一句 一人一句 然后关键是唱完花枪还得掉下来唱流行 对 一直脸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无缝连接 就是在台上很毛的 对对对对 就对 这种东西我可以一直不停地吃 作为一个女艺人 作为一个已经有双下巴的女艺人 还在这吃饭 没有双下巴 拜托 看一眼 你看看我的 你看看我的 你没有专家吧 你说特别 好吧 就抠抠 很正常 哇哇哇 高跟鞋不太合脚是吧 没有她一看就是平时不 从来不穿高跟鞋的女孩子 她这种走路姿势非常的熟悉 让我 木偶之歌 这一段是纯清唱的对不对 来吧 来吧 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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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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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感谢观看